來玩這款遊戲 萬靈契約 職業部分 第一個職業 龍姬 那我們第二個職業看一下吧 男神欸 近戰輸出啊 第三個欸 也是近戰輸出喔 欸? 這是變化後了吧 怒魔 變光頭 這職業絕對不能選喔 因為他有一天會變光頭 哈哈哈哈 然後 弓箭手 弓箭手密實還不錯啊 再來就是阿福 這好像粉專主打的角色嘛 赤子之心 以服入道 欸? 目前就是只有兩個職業嘛 一個入道一個可以入魔 剩下都不行了 那其他職業都不要選了啊 小阿福好了 進來囉 踏上旅程 欸? 差點忘了 你還沒有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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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解報警 要不要 打這一隻啊 欸? 打的時候 我沒辦法控制視角 喔 現在下載啦 難怪喔 那麼卡 好 我先教你一張外攻攻法 助你預定 這是近距離的 近距離才好 視角可以看了 這是一隻BOSS 倒了 新技能開啟了 第二招 這隻角色喔 有香肚嗎?好像也沒有 是不是要來個射手會比較好 我是來自萬獸山下的古族 我們族人都被魔教吐露國後了 你 你 你 這隻角色 剛剛不知道是哪個NPC在哭啊 第三招咬啦 啊他的粉磚有禮包嘛 現在可以輸入嗎?待會看一下吧 開服活動 開服活動 傷成 感覺好像還沒開的樣子 欸覺醒欸 變身 欸怎麼變藍身啊 我天啊 我天啊 又是天神系統 覺醒 啊下載完了 這樣應該比較不卡了吧 好像比較順了喔 我先去那裡看看 啟動嘛 本磚那個是 dp6666 是嗎? 好像4啦 我那時候少了1 100級以上開放領取 哇哩咧 100級才有啦 4招都有啦 來來看 我們應該來看一下吧 這什麼 手櫥 啊手櫥也沒有送泳裝喔 第二天送衣服啊 好爛喔 這手子太爛了啦 技能呢 喔第四招有點帥喔 這技能看起來算是不錯的啦 還行 欸 未打50級無法創建第二個角色啊 靠北我想要看一下弓箭手的欸 要靠弓箭手 練臨隱弓追魂雪 唱個名稱叫做我要看小酷酷 進來 我從來沒有這麼的 憤怒過 你還沒有掌握欲物飛行的法輪 你且暴擊 每次在打BOSS的時候啊 刺腳就只能這樣 欸他怎麼還在下載啊 剛剛不是已經下載過了嗎 應該是BUG吧 剛剛下載完了啊 這個女生好像可以耶 他這個小側哥 有點弱影弱線啊 嘖 這對話光擋住了啦 我怎麼感覺 這弓箭手輸出比較高啊 喔 進去也是這個樣子 阿 主使教主 幻音弱 弓箭手 要看個小姑姑也是很困難的 最近免血恩人歐倒是出的比較少 很奇怪齁 是時候未到嗎 最近免血恩人歐出出來的量 以幾個月前來講是差很多的 他們現在在集氣齁 我跟你講免血恩人歐不可能滅絕 因為在陸服的測試裡面 我還是玩了好幾款免血恩人歐 而且品質有變好了 畫質有變好了 現在這些應該都是舊遊戲啊 我們現在在玩庫存你知道嗎 各位 我們現在還在玩好幾年前的庫存 搞不好就是疫情那個時候的庫存 所以不是遊戲沒有變化 是因為庫存還沒玩完 是天下豬 要變男生了 哭啊 真的變男生了 刷刷刷刷刷刷 變身了耶 絕醒 覺醒 要來到28級了 看兩個MES應該差不多了吧 32級了 再插兩等 解鎖三十四級的技能 銀河雨 用看看啊 銀河雨是不是 喔這招啦 銀河雨耶 還是有玩家進來嗎 還是有玩家進來嗎 這是真玩家還是假玩家 這些技能就這些 好啦 整體玩法就這樣 喜歡的話下載玩看看吧 大家掰掰